刚听小丑或金球奖剧情类影帝的华金菲尼克斯本周五被逮捕 他参加了检方达每周一次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进行的抗议气候变化的集会 并因此与147人一起被捕 博动方透露菲尼克斯等人已经很快被警方释放 菲尼克斯此前也在现场上台发言 号召人们用实际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 他称自己因此成为了素食主义者 他也称希望在场的人不要坐私人飞机去领奖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